独占画面一起来看到 服装设计师林国基 时尚的外表却有着老灵魂 然而他收藏古董已经长达30年了 而且只买不卖 曾经有26个朋友排队 请他来割爱 但都被他拒绝 这是汉草的目标 目前最昂贵的顶真 因为这个画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是长玉 这张大概花了两万块 在加斯德拍卖 其实大家都要花将近一百万 所以头暴率很高 我有26个朋友排队要买这个 结果呢 不卖 国基老师好小气啊 为什么要买 没有 要先把我打婚 先打婚 对 就抢走 除非打婚抢走 要不然想买啊 门都没有 整屋子古董都是服装设计师 邻国基的心头肉 整间屋子都是古董的伸展台 朋友来家里啊 眼睛都不准转台 你看我这个客厅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进来绝对没有电视 所以我的朋友一来 搭坐着就是欣赏美丽的东西 不会去聊八卦啦 我如果是身上带的 我一定是最新的珠宝 穿在身上的绝对走在最前面 放在家里的却是越活越回去 收藏古董三十载 通通不割爱 让他新年都有新希望 因为你就必须要再买更大的房子 来装这些东西 换大房子是要给古董住的 但收藏古万 他说不是有钱人才玩得起 像这个清朝的茶叶瓷冠 只花了一万块入手 现在要十万块才能拥有 眼光要立功课要做 家有一老他都当宝 木雕佛像最怕的是台湾太潮湿 百万鼎针最怕的是小偷太是货 通通得住保险箱 但他最怕的是朋友的小孩太皮了 不能打不能骂 他干脆请来这个木雕鬼娃 我是用这个小股东去吓吓他们 说不可以轻举汪东 有效吗 有 会吓哭吧 会 会吓哭 会吓哭对不对 记者黄美惠送一张台北报道